有人说半程马拉松只有全程马拉松距离的一半 怎么能称得上马拉松呢 半马比全马简单太多 随便跑跑就能跑完了 还有一些跑友说半程马拉松也是马拉松的一种 很多国际比赛也设有半程马拉松这个项目 那么自然也可以算作马拉松 从难度上来说 虽然半程马拉松和全程马拉松被称为马拉松 但它们之间的区别还是巨大的 全程马拉松并不是跑两个半马这么简单 因为真正的马拉松是从32公里才开始的 余下10公里的难度丝毫不亚于前面的32公里 可以说最后10公里才是全马的精髓 但是半程马拉松真的就不配叫马拉松吗 著名常跑运动员孙英杰曾经说过 哪怕是跑半马一样和全马一样 注意每一公里的体能分配 注意自己的运动能力 心脏的能力是不是够了 老王一直认为无论是全马还是半马 都是对人体体限的挑战 没有那么随意 半程马拉松也可以说是通往全程马拉松的门票 如果没有跑过半程马拉松 最好不要冒然尝试全程马拉松 你怎么看评论区聊聊